开心到冒泡 优酷一起聚会吧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俊豪也是思三 本人情商还是挺高的 我是一个最时尚的人 没有他在剧中那么欠 导演就骂我们 大家都想打喷 这次在热血童鲜艳势番中 饰演思三有怎样的性格特征 就是特别的活泼 然后阳光 然后就特别闹腾的一个人 就是说话也不太会说 也不是不会说 他就故意欠的那种 就大家都想打喷 思三跟自己有相似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开始 我会觉得跟我本人性挺像的 但我没有他在剧中那么欠 也就只是嘴上厉害 就是实际上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本人情商还是挺高的 第一次接触这种题材的剧 感觉怎么样呢 我一开始接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挺新奇的 就是我会觉得挺好玩的 也没有接触过 后来拍的时候 是真的还蛮辛苦的 因为对这个年代 其实有很多东西会不太了解 比如说我是一个记者 然后我在剧中 就我经常的道具就是一个相机 但是那个年代的相机 我们现在的相机不太一样 就我怎么去弄它 怎么去摆弄它 其实这个都研究了很 开拍前会查相关资料吗 对 去上网查资料 因为一开始拿这个道具的时候 我就一直摆在旁边 然后导演就会说 就说道具给到你 你要用它 就是你跟它就是融合在一起 你要不然不拿它做戏的话 就很尴尬 然后就会一直说 到后来就会慢慢去查资料 什么的去研究怎么弄 被导演说会不会不好意思 会就是又着急 然后年龄也小 就是脸上也挂不住 就一说脸就红了 然后就整个人都 然后后来就要去查资料 然后就要去弄 要不然一直被说 就自己把自己的弄好 就让它没话说 其实我们导演人挺好的 后来还夸我来说 就后来我们拍到后面的时候 就说四三啊 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现在越来越好了 就那种 热血同学夜市番当中 有很多武器 打起来感受如何 后来就给我加了很多大戏 结果打起来挺好看 就越加越厉害 就后面我就变成了一个 就单手的 轮人的那种 就是他们都个子特别高 然后都穿靴子 一个个18级还穿靴子 然后我跟他们搭在一起的时候 穿上靴子之后 我里面还有垫很高的那层膏 然后穿着那些那层膏 还要拍打戏 特别辛苦 就等于女生穿着 10厘米的高跟鞋 还要到处跑啊 跳啊 上楼下楼打着 打着还真特别帅 就我有看到那种后期的 特别好 体力方面吃得消吗 体力方面还行 我们这部戏里面 大家都有一段时间 就是都整个人都感觉许多 一喊卡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都 可能都躺地上那种 然后一喊开始 就大概就起来继续打 这次的造型方面感觉如何 觉得自己帅吗 帅 我跟你说 我在里面衣服特别多 我是一个最时尚的人 我的衣服大概有 十几二十套 我觉得应该算是挺多的了 而且风格什么的都不一样 什么大红格子什么的 就很多衣服 然后配饰啊 什么的也都挺多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 然后我还里面还还扮了一下 这种衣服 所以就衣服特别多 女生的衣服也有 唱戏的衣服也有 什么蒙面的衣服也有 就很多 特别好看 怎么评价自己的女装造型 我一开始吧 我以为个子也小 就扮女装应该也难看不到哪里去 结果后来扮上了 我一看镜头 我后来想 后期 我就想要后期 把我那个镜头删了 就那么一次 我也不想再扮了 有拍照留念一下吗 不要不要 永远的抹去就好了 我当时就也没有想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挺好看的 还是高估了自己 当时女装造型 有没有被大家都嘲笑 笑的不行吧 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发生 就自己有个群嘛 然后有人去看后期 我就专门把那个姐姐下来 发的群里 然后大家都在笑 谁笑的比较厉害 陶哥 他直接发语音 就是那种 就是在语音里 哈哈哈哈 那种大笑 让其他人就顶多就是打字 他就一个人发语音发了 发了好几条 就是一直都在嘲笑的 哈哈哈哈 这组大家都是去年演员 有没有好玩的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欢乐 每天都特别欢乐 陶哥在的每一天都很欢乐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闹腾的人 就是他是那种 还在准备的时候 摄像机可能还在板上的时候 他就逗我们笑 就是跟我们聊 聊齐齐巴巴的聊一些事情 然后逗我们笑 就把我们都逗笑之后 我们的词就全忘了 就他 但是他特别聪明 他就自己一个人能记住词 就是他提前都背得滚瓜烂熟那种 然后一逗我们 我们就全忘了 然后正式一开拍的时候 就只有他一个人记住 然后又骂我们 黄子涛千玺胡冰青 分别在组里是怎样的担当 我先说语初吧 语初是年龄担当 就他是我们生活中 实际年龄 他是我们中间最大的 这样说会不会被打 他打得我还少吗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在这里还回去 剧中私下都有 就可能 就是把剧里面的角色 都带到生活中来了吧 就是有事没事就拍我头 你捏我耳朵那种 下一位的话 涛哥应该是 涛哥是个什么担当 搞笑担当也不对 气氛担当嘛 只要他在 就大家都会很开心 千玺 很沉稳 沉稳担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厌世凡 然后看看 特别特别帅气 特别特别可爱的我 女装造型 大家就可以忘了吧 可是瞬间做不到 你 好 好 好